Hello 各位来到Star CESO channel的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大家都过得还好吗 天气凉的有一点快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休息 今天我们的快问快答片要看的主题是 当下它对我的感觉是怎样的 我们会更进一步吗 那今天的占卜呢 是和于各种各样有接触的关系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恩大家 好的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选牌环节吧 在我们面前从左到右有三副组牌 为了方便大家的选择 今天我们所选择的参照物是信封 那最左边的第一组组牌的信封是蓝色 好 中间的一副组牌我们选择的是粉色的信封 好 最后边的一副组牌我们选择了 呃 象牙白色的信封 好的 大家凭借着自己的第一直觉 选择吸引到自己的组牌排面 或者是信封的颜色 那么选好的朋友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抽牌和赌牌吧 好的 选择到最左边的第一副组牌 我们的参照为蓝色信封的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吧 好的 选择到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们 你们心目中所想的对象 当下对你的感觉是如何的呢 你们会更进一步吗 好的 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 好的 选择到第一组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心目中所想的对象 或者是你们是水象比较重的 有可能是巨蟹座 有可能是双鱼座 有可能是天蝎座 他觉得你还是蛮温柔的 并且呢 也是非常需要呵护和保护的 那有的时候这个对象也有可能会 出现某一种犹豫和呼冷呼热的状况 让你并没有一种特别明确的答案 能够去对处现在的这种关系 你不明白在这种关系当中 到底是遇见了什么样的问题 让你们没有办法比较顺利的进展 或者说能看到你预期中的结果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对象 对你的感觉大致来说都是非常好的 只是有的时候 他可能本人是比较疲惫的 有可能是在这种关系当中 他也需要一点点时间和空间 去思考一下 你们之间到底是不是真的合适 或者说 你们未来应该往哪里去走 所以说 他正在渐渐的拨开这个迷雾 然后让自己去清楚 看到自己的所思所想 和他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女孩子来讲呢 我觉得他会觉得你是那种温柔典雅 然后也非常具有包容心的人 一直以来是你的这些 很好的优点 那我也包括形象上 我觉得应该是那种比较动人的 比较楚楚可怜的 又或者是那种 整个人的形象比较像仙女啊 比较飘飘 比较飘逸的这种 所以有的时候他会觉得 你是非常需要饱活呵护的 那很多时候他总会觉得 自己还没有那种 完全的能量去真正的笼罩你 有的时候他还是蛮想给你一个比较好的承诺 但是迟迟的还没有 没有进展到这一步 会让你觉得比较心累 而且你们两个人有可能也花了蛮长的时间 在之前去相处了 或者说你也在努力的去争取能够跟他相处的机会 那这些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有看在眼里 他会觉得其实你真的 对他的这种包容力和理解力 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他还是觉得蛮想跟你再更进一步的 那当下他对你的感觉是想起你就会觉得 你是一个很温暖 然后很让他有能量的人 并且他会想努力去捍卫跟你这段关系 哪怕这段关系的前途 他也在去寻找 他想去寻找到的是那种明亮的 然后可以往两个人往一起去计划 并且一起前行的这种关系 那有的时候他也是蛮需要休息 也蛮需要去调整自己的一个人 所以有的时候他会对待你也有一种 拉开距离或者说这种 比如说讲话中断等等 有可能都会有 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说完全的 在逃避着什么 他只是想在这段关系里边多给自己一点空间 比如说他以前在感情上有一种不安全的能量 或者说他最近整个人的这种休息等等 都出现了某种问题的话 就需要一点时间去调节 好那我也深深的觉得 其实你是那个能够能让他感觉 感觉得到某一种安全感的人 哪怕是他并没有完全的确定 这种感觉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他是一个会让自己充满着 这种能量去在你的身边 并且打开这一段关系的人 好的我们抽一个指引牌出来 牌卡有点大 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出牌的样子 但是这套牌卡是非常的漂亮 很好看 好的我们抽到一张awakening 那其实我觉得他有可能正在叫醒自己的某一种直觉 有可能他也正在一段或者上一段 比较让他没有感受到温暖 或者说感受到这种恋情快乐的关系里边渐渐的解脱出来 他需要让自己能战胜自己心中的某种心魔 所以我觉得他对待你的状态都是 想法和感觉都是非常好的 再给他一点时间 我觉得你们的关系是可以进展的 那我们那我们的关系会有进展吗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个问题呢 牌卡已经抽好了 我觉得其实第一组的朋友 你们在这个看占卜的当下 就十月啊 有可能你们会比较繁忙 或者说出现了某一种火器上面的问题 有可能你们也会心力比较交瘁 就是说这这段时间的发展 有可能是由于工作大环境整整等等的因素 有可能会拖慢了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了Fed of Wands Eight of Pentacles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这段关系是在朝着一个有注重承诺 并且对方是在保护这段关系的状态下 正在往前进行的 那我觉得对方是一个 有可能现在在工作当中比较繁忙辛苦 而且要花很多时间去做成某件事情的这种状况 所以他整个人有可能现在还处于一个需要调节的状态里面 这种繁忙的状况渐渐结束了之后 我相信他会带给你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或者说他会真正的拿出自己的态度 因为我深深的感觉到选择到第一组的朋友 他是认为你是值得去被承诺 被认真对待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教皇牌和皇帝牌 你选择这个对象有可能人比较沉默寡言 有可能大家想很多事情都白说出口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其实这个人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责任感的人 他做事情有可能也会想很久才会往前去行动 那不是因为他不想 而是因为很多时候他想要做多的事情是正确的 并且稳妥的 并且不会去伤害彼此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从某一种层面来讲 你选的对象应该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啦 所以说你们的关系我觉得是会更进一步的 而且这个对象他会在生活当中 施展出自己对你的这种关怀 这种关怀有可能是不浪漫的 有可能是让你感觉不到能量的存在的 但是他就切切实实的在用自己的行动呢 保护着和你的这段关系也保护着你 所以说有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比较固执 可能不太会善于沟通 或者说有点大男人主义 但是这段关系我觉得是可以往前去进行的 是可以更进一步的 恭喜第一组的朋友 因为我觉得你们正在慢慢的让自己醒来 你们两个的关系其实正在苏醒的关系 那我们抽到的塔罗牌也是 跟失事中的DAS 但是在这套塔罗牌当中 它是它的这种绘画的方式和 和表达的方式都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们感觉还是非常的美的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人有可能 有一部分朋友你们正在看前任 或者说看正在断联当中的某一种关系 或者说卡卡的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人是会回到你的生活当中的 那如果正在盼望的朋友们 你们有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让自己多去期待呀 或者说你们我觉得自己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 但是我觉得这一组牌的朋友 你们是完全可以更进一步的一组 那么选到这一组牌的男生朋友 我感觉其实你会 你对这个对象的感觉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你有很积极的努力的去争取对方 但是在这一段感情当中 总会有一些很现实的东西 比如说工作金钱环境等等的因素 在牵绊着你们去施展自己 应该在感情里边所有的这种热情和能量 所以说我觉得有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你会有一种有点想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的感觉 但是这对你们的关系我觉得是一种调整 因为如果这之前 比如说我觉得其实这组组白女生朋友 你们的异性缘 或者说你们周围有可能也有其他的人要去 再对你们示好 所以说这个男生朋友 你们这边的状况有可能是 需要去经过竞争和守候 才能够把这段关系平稳下来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在这当中有可能也牵涉了很多情感方面的不安全感 这都是会慢慢调节好的 因为我觉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 有可能 会还是会因为这种 非常非常 我觉得非常客观 比如说我的工作最近真的是非常辛苦 有一个项目要去结掉 然后我要不停的去重重复做一样的工作 然后比如说我在公司里面没有受到一个非常良好公平的待遇 比如说季度的指标我需要去达成 但是我应该升职和加薪的消息迟迟未来 在对方的这一边 我觉得其实很多是非常客观和现实的东西 如果你们是在逃争职场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牵绊或者说是延误的 拖延的一种能量存在 但是这没有关系 我们最后看到了教皇牌和皇帝牌的出现 我感觉其实这个人是会给你一个很负责任的承诺的 那有可能你们之间的关系的体验感并没有特别的好 但是我却觉得这一段关系是值得期待的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在期待啊 你们两个人的角度和你们去看这件事情的态度 其实非常的相似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组牌的朋友 有可能你们是在生活当中比较成熟 无论男生女生 你们都是比较成熟 然后在感情里边也是比较有交代的一群人 所以很恭喜你们 我觉得这一段感情 它对你的感觉都是很好的 那男生朋友 这个女生也会觉得你其实是一个比较可靠踏实的人 那有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工作比较忙 可能你们都是工作狂 所以在生活当中 你没有很多的去照顾到对方的某一种情绪 但是对方是可以照顾你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段蛮互补的 既相似又互补的关系 那我们最后看一下天使卡给我们什么样的能量 好 今天我们抽到第一张是New Love 好的 第一组伴的朋友 我觉得其实你们 如果实在还没关系当中的话 你们的感情其实会 就是渐渐的重新 渐渐的打开 那如果你们正在有一点问题的情况下 我觉得其实对方是会主动的去争取和你一个和好的 所以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其实这段爱情呢 时时刻刻有可能都会存在着一种重新复燃的这种能量啊 如果之前你们面你们分离了 如果你们之前存在着某一种阻隔 或者让你一直都蛮揪心的 那我觉得其实对方也会重新重新再来 他有可能会重新给你一个比较明确的态度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排全崩出来了 好的 这组朋友我觉得有可能也牵涉到了多角关系 但是从盘面上我感觉到的是 有可能你们对对方的这种互相了解的程度和能量 还需要再增进一些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们都有可能 女生这边的能量是比较容易照顾对方的感受 但是很多的时候在沟通当中 我觉得你们没有处在一个同样的平台上 或者同样的水平线上 那男生能量这方面呢 我觉得其实是非常不善于沟通的 所以有很多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或者说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或者说就差临门一脚讲出这句话 就让你们很难讲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你们真正面临的某一种阻碍 那在这段关系当中 我觉得虽然有可能也存在着某一种信任方面的议题存在 但是我却感觉其实你们两个都有一种非常强的能量 是想往一起走 也就是说其实这一组组排的朋友 我也觉得命运的安排也在让你们渐渐的往一起走 好吗 选择到第一组的朋友 我觉得今天大体的能量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恭喜第一组的朋友 希望你们能够收获非常美满的感情 也在生活当中呢都有所收获 那我们今天节拍就到这里啦 希望大家开心平安幸福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好的我们选择到第二组组排 参照物为粉色信封的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吧 好的 第二组组排你们心目当中所想的对象 当下对你的感觉是怎样的 你们会更进一步吗 那让我们通过今天的卡牌 来帮大家解读出来当中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6 cups 9 cups 9 cups 9 cups 4 cups 好的 那我感觉第二组的朋友 从这边的盘面来讲 有可能你们的火象星座是比较强 有水象的朋友 火象星座有白羊座 射手座和狮子座 水象星座有巨蝎座 双鱼座和蝶蝎座 我觉得其实对方呢 蛮想念你的 他心里当中呢 会觉得跟你当 跟你的相处 比如说你对待他 这种 一直以来的这种 我觉得是热情的包容 和非常具有热量的这种相处 会让他觉得 其实在这段关系当中 你是那一个 他想接近的人 或者说你是一个一直以来 让他会觉得有点舍不得的人 所以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你们的关系当中 也是有一点 类似于就两小无猜的关系吧 就有可能对方也是一种盲目的乐观 他想起来你会觉得 我们的关系其实还好 也没有没有感觉到 有特别大的问题 但正是这种 他很爱好自由 或者说有一些游离的状态 会让你有的时候 没有很强的这种 我觉得没有很强的这种 把控的这种感觉 或者说是 你没有很强这种 直觉会感觉到 对方对你正在想着是什么 做的是什么 我感觉其实对方啊 他是一个 既想要跟你能够继续开展这段关系 继续延长这段关系 感觉到你在他生活当中的存在 感觉到你对他的体恤和温柔 对方也又很想要自由 他有的时候不希望被管控 不希望被把控的特别紧张 所以他其实比较满足于 你们两个当下的这种状况 有可能你们已经断断续续的 就延长这种延迟 或者说维持这种关系 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但是你一直都感觉到 对方其实没有一个 特别准确和稳定的态度 是因为我觉得对方 其实有可能他心里边 有可能比较 有可能是明白的 那他是出于对于 对于自己的个人的这种考量 也对于未来的一种考量 或者说他本身是一个 比较自我又比较羞怯的人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这一组牌的朋友 有可能你们正在 心里边就是比较彷徨 比较不太明白 对方到底正在 他正在做的是什么 他到底要跟你把这种关系 往哪里进行呢 其实我觉得对方对你这种想法 还是非常的好的 这边有看到 6 of cups 9 of cups 所以说我感觉到 其实对方会觉得 你跟他感情的元素 是稳定的 哪怕之前一段时间都 就是也是有种断断续续 但是我觉得这种能量 是比较稳定的第二组的朋友 所以我感觉其实你心目当中 所想的对象对你会有一种 以依赖感 他会在自己比较 彷徨的时候会想起你 或者说在自己 需要去被温暖的时候 他会想到你 他很多时候 他就是比较满足于 你们现在这种关系的模式 你给他带来的这种支撑和帮助 以及关怀 都会让他觉得 哇我正在一个花园里边 那我是不是可以 就是也给自己一个时间 让自己在里面 就是徘徊一下呀 或者说散步一下 他并没有那种很紧急的 把你追到身边这种气 气质和气氛 那有可能这组的朋友 你们是那一种 就是如果是稳定关系的话 我觉得其实也有一种 类似于一点点的放风筝的感觉 那如果你们正在暧昧关系当中的话 你会觉得蛮挠头的 就是你已经做到了 你该做的很多事情 毕竟你们的关系 仿佛已经升温到了 差不多已经可以开始的时候 但是为什么 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呢 那其实我觉得对方 有可能还正在给自己一段时间 他想要追求更多东西 并不是说在感情里边 他想追求什么 而说他自己个人的自由 他有可能想要一个 一段时间让自己是自由的 然后比如说星期周末的时候 他可以去自由自在 比如说我有时间去爬山 我有时间去读书 而不是说被困在一段关系里边 他是比较害怕被困住 但是他又很害怕 你没有再关注他 所以他对你的感觉 其实是 我觉得比较贪心的 也是比较有 有趣 有同趣的这种感觉 第一组朋友 你选择的对象 有可能是那种 人比较天真 也有点木讷的人 所以说他有可能 在 处理跟你的关系里边 有可能运用的情商不够 有可能他给你的东西 你会觉得 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那我们看一下未来 你们会有所进展吗 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 你们有可能要经历一种 对不起 第二组朋友 可能你们 已经经历过分分合合了 又或者说 你总是会 感觉这段关系 让你感觉很消沉 你整个人都觉得 我觉得其实 选择到第二组的朋友 你们是比较注重 精神连结的人 你比较注重感觉 所以说 哪怕是在现实里边 你们两个的性格行为方式 都完全的不相似 不符合 但是因为 你们两个是确实有 心有灵犀的这一种 有精神互动的这一种 所以一直会让你觉得 那这样也可以 一部分朋友 你们正在地下情 或地下恋情当中 或者说 你会觉得这种关系 让你感觉到是消沉的 但是又 没法摆脱 因为很多时候 对方 他会 他会偶尔非常的 被动 又或者说 他在试探 有的时候呢 他有 给你感觉 并不是一个不踏实的人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我觉得 对方有可能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也确实是 处于一个个人 比较 在感情当中 能量比较消沉 又或者说 他需要一段时间 让自己去整理 自己的过程 所以我相信 这段过程 过去之后 我们最后看到了 一张 Night of Pentacles 所以我觉得 对方会 让自己重新变成 一个踏实的人 或者说 他现在要处理 一些事物 他要重新选择 一个位置 比如说 一个location 去重新的 让自己 定居啊 学习啊 又或者说 他在职场上 要重新的 去寻找方向 重新的 换一家公司等等 如果他 变临这种能量的话 未来 他会让自己 稳定下来 然后重新的 拿出自己的 那种态度 我觉得 其实在对方的 心目当中 他并没有 把你 放得很远很远 他会时刻的 会想起你 有可能 他很想寻求 你对他的 这种关注和照顾 但是他这种状况 却让你觉得是 不在你的 思考范围内的 一种状况 所以有可能 会让你觉得 有点辛苦 所以未来的 一段时间 我觉得你们 还是以 以静止 或者说 以这种徘徊为主 有可能 一部分朋友 你们有可能会觉得 你们的关系 已经快要走到绝境了 到底应该怎么办 那我觉得 有可能 你可以跟对方 讲 把话 讲一讲 看一下对方的态度 我觉得对方在他 觉得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的时候 他会拿出一个正确的态度 这是我看到对方的想法 那这组朋友 可能很多的 朋友你们看到的 心目中所想的对象 有可能年纪 轻于你 就是女孩子 你们有可能成熟一点 然后男孩子 有可能比较幼稚一点 你们看到了 Page of Cups I'm not the pentacles 他说 我感觉到 其实你心目中 所想的对象 有可能跟你的想法 等等 和他个人的行为来说 都还处在一个 比较波动的 就人生里边 他有可能 他的选择 选择体有很多 他有可能 还没有成熟和稳定下来 从星座来讲的话 我感觉 你所想的对象 有土象星座 也有部分是水象星座 那这组牌的朋友 也有摩羁 最后水瓶座的朋友 选择到了这一组牌 我觉得其实 你们可以在静观其变吧 看一下对方的 因为其实 我觉得对方并不是想完全 就是跟你脱离这种关系 但是他如果无法 给你承诺的情况下 有可能你们两个 会做出比较极端的选择 但这对于你两 对不起 这对于你们两个 有可能是一个 比较全新的开始 所以说 无论我们看 我们这边看到了一张 9 of source 还看到了一张6 of source 所以我觉得 其实如果你们两个 想要去进行这段关系 或者解决 解决目前那种困境的话 从这种困境当中解绑的话 我觉得有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或者需要某一个人的移动 那有可能你们是这种异地的关系 或者说另一方是比较热爱自由的这一种吧 那男生朋友 你们选得到这一组组牌 我觉得其实 在对方的心目当中 你是那种 跟他在一起 总是很快乐 我问男生女生 你们在一起总是很快乐 但是总是缺了什么那种 那他其实会觉得 你是那种比较热爱自由 或者说让他觉得有点飘忽的人 你的感情的指数 我觉得已经到达了 快要 之前我觉得也快要爆表 就差不多应该讲出来 我们开始吧 这样的一句话 但是迟迟的却没有听到 这样的 你也没有感觉到就是 自己应该 走到了一个应该说出来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对方 其实也守候很久了 我觉得你心当所想 这个女孩子应该是那种 比较有热情 有温度 因为她是一张 我感觉有可能是 比较性感的这种女生 有可能在生活当中 你们互相体恤 互相帮助啊 或者说一直陪伴对方 已经很长时间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 这段关系里边 大概你们会明白 其实对方的这种重量 和在你们生活当中的 这种分量到底是多少的 你们会更进一步吗 我觉得你们在更进一步之前 一定要有一个 心与心的沟通 一个conversation 或者说要去明确 对方的态度 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你们很有可能 会做出比较差的这种决定 比如说那我们暂时 断练好不好等等 但是我觉得这对你 与你们的关系 应该也是一种 比较催化的作用 我就把牌卡捡起来一下 所以我觉得 在一段关系当中 有可能你们会 会感觉是不是 我被一个错误的人吸引了 或者说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你们也会感觉到 是不是他占据了我太多的时间 而这个人又 又非常的自我 他有自己的这种 他有自己很强的判断能力 或者说他一定要 要让自己彰显出自己的某一种能量 才肯在关系里边有一点点的回应 所以说 其实我觉得这组牌的朋友 有可能我们的牌卡当中能量也是一样的 一部分朋友你们应该也是地下恋情的关系 有很长时间里面有没有说出口 你们对这对对方的感受到底是什么 所以说 我觉得其实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你们可以选择一个时间点 跟对方进行一下谈话 那我们最后再看一下 今天的天使卡给我们什么样的能量 OK You deserve love 你们是值得被爱的 无论男生女生 你们来看这一组组牌 其实你们是值得被爱的人呢 这段关系有可能 就是你们有可能也是放眼于 或者说你们是着磨于 就是想跟对方进行一个比较长远的关系 等等 或者说对方的关系和你的关系 牵制到了婚姻等等 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想要往一起走 你们一定要放弃自己以前 对于这种关系的迷思 放弃一些在关系里面 你们固有的控制欲 因为这一组组牌的朋友 你们是有控制欲的人 所以说在很多的时候 给对方一点时间和空间 也是可以的 你们是非常值得被爱的人 你们也值得拥有非常完整的关系 所以如果在之前你们受过伤害等等的话 放弃这种给自己施加的压力 其实是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轻松的 我觉得这组组牌的朋友 我再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能量 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会因为缺乏沟通 或者说你会误解对方是一个并没有那么专意的人 而放弃跟对方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再去思考一下 这个人到底合不合适在你的生活里边 因为你们是完全 因为你们在关系里面这种热量和给对方的东西 都是非常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就像宝贝一样 一个珍宝一样捧到了对方的眼前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 在关系的选择里边有可能也要看 是不是正确的时间 是不是正确的地点 是不是正确的人 我们去付出自己的感情 但是比较好的是 其实在对方的眼里边 你的能量是非常好的 起码还对你的感觉 在这一刻是非常不错的 好 满想得到第二组的朋友 希望第二组的朋友 能够摆脱在心灵当中的某一种压力和困扰 然后能够在这段关系当中打开一个局面 并且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对话 然后跟对方打开这个迷雾 好吗 感谢想得到第二组的朋友 今天的观看 那希望第二组的朋友 你们也开心平安幸福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好的 选择到第三副组牌 我们的参照物为 白色信封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吧 好的 选择到第三副组牌的朋友们 你们心目当中所想的对象 当下对你的感觉是如何的呢 你们会更进一步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的卡牌要对我们说什么 6 of pentacles 9 of pentacles 你们有可能是一个职场当中的同事 又或者说一起共事的人吧 那有可能我觉得 在前一段时间 你们之间的这种相处 就充满了要一起谈论商谈事物啊 商榷资源的管理 钱财的管理等等 所以说我觉得这段 这段关系在对方的心目当中 其实是那一种颇为稳定的 或者说欣欣向荣的关系 那如果你们在 飞了 稍等一下 好的 night of pentacles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对方的心目当中 对你的感觉是 你是那种稳定的 可以去在生活当中 不只是工作啦 如果是一起工作 那就更明显了 可以一起商谈的对象 他有什么问题 其实蛮 依赖于就是去跟你沟通的 这个人其实蛮蛮愿意跟你讲话的 很多时候呢 还有可能会 就是你们当中有可能有种能量的不同 就有可能是那种 一个人很爱讲话 一个人闷闷的 所以总要有一个人啊 多说一点 你们才能把关系往前进展一段 对方其实会觉得 你们当中 这种关系 是那种 更需要互动的关系 就很多时候 你们会比较制式化的去沟通 你们看到很多金币的能量 很多朋友 我觉得你们在职场啊 学校当中 有可能这种能量是比较强的 一部分朋友 有可能里面是有三角关系存在的 因为我们看到了 Page of Swords Knight of Pentacles and Queen of Pentacles 有一张 Sword of Cups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组组牌的朋友 你们正在 有可能在职场当中 这关系发酵了 或者说很长的一段时间 对方也在观察你 我觉得他其实会觉得 你是那种比较稳定啊 然后很 很典雅 然后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有做什么事情 都很有条理的人 所以他觉得你是非常可靠的 而且你身上的这种魅力 是属于一种比较稳定 比较成熟 那感觉就是很有这种 可以滋养他的这种感受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组牌的朋友 很多的时候呀 对方会觉得 跟你这种关系当中 他会就是享受观察 你的这种状态 但是其实有可能 他并没有敞开自己 去把自己 放到你的眼前 比如说你会觉得是不是 他在偷偷的观察我 或者缺乏某一种交流 我觉得这一组牌团似的 那有可能他偶尔会给你打个招呼 发几个短信 讯息 但是这并不是他能 他能做的所有 我觉得其实他想 他想观察 或者他想做的是更多的 但是无奈于 就是有现实的东西 摆在你们的眼前 有可能是因为工作比较繁忙 或者说整个最近的环境 会让他觉得 做什么事情都比较脱塌 所以是这样的能量 会体现在你们当中 我觉得有可能 如果你们相隔比较远的话 也就很长时间 没有办法见面 就只能通过 偶尔有一个人 要去多联系对方 才能够跟对方进行一个 比如说我schedule一个时间 我们两个聊一聊吧 等等等等的 这样的方式 我就把把他俩捡起来 又飞得好远 飞得好远哦 所以这组组牌啊 如果你们感觉到 就是这段关系 如果是多角的关系的话 或者说并不是两个人的故事的话 你会觉得其实心里边 有一种比较难过的感觉 在你们的关系当中啊 但是我觉得 其实这段关系里边 对方对你的感觉 是非常良好的 而且很多的时候 对方或是愿意在 遇见问题的时候 跟你去沟通 他会觉得你是一个 踏实的 踏实的 体面的 有自己想法 并且能也非常 非常成熟 可以去商谈的人 所以说我觉得 第三组的朋友对方对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其实 有可能你看你心目中所想的对象也是比较年轻 或者说他非常的 他非常的有一种好奇心 所以你会觉得对方并不稳定 但其实他也在努力的让自己学着你的方向变得更加稳定 这一组图牌的朋友 你的图像非常的强 所以说有摩羯座 金牛座 和厨女座的朋友 有可能会选择这一组 那有部分的朋友 你们是风向星座的 这种能量存在 当然星座只是一部分的参考 我们从卡牌当中 不只是要去看星座 也要去看 整个的这种碳能量 能量当之要传递给我们的讯息是什么样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并不一定完全能够对应得上 现在的这种 星座方面的这种能量了 好的 因为是大众的占卜 所以说为大家提供一些 这个卡牌当中非常概括的讯息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然后我们看一下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你们会有所进展吗 我觉得这一组组牌的朋友 有可能你们两个都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状况 有可能有一个人 他有可能这个你心中所想的对象 他有可能会偶尔会跟你进行一些联系啊交流啊 但是很多的时候啊 他给你的这种东西都是让你觉得两个人卡卡顿顿 就是你不想讲很多 他也是一样的 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会不太明白 这段关系到底是要怎么样呢 因为我觉得对方他想让自己变得更好 更优是他的最最强的目的 因为他如果他觉得自己这样才能够跟你匹配 未来的一段时间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有可能会 也会经历某一种类似于冷战啊 或者说你如果不理我 那我也暂时不理你了 这种能量是存在的 但是你们的感情其实一直都没有消失过 在对方的心目当中 他会觉得其实跟你的感情是非常不错的 到底是要怎样呀 今天的占卜卡牌总是会飞得很远啊 好的 所以我觉得对方其实感觉跟你的感情走到了还不错的状况 那如果你其实身边已经有人选 或者说你已经有了另一半等等 他会感觉其实是伤心难过的一种状况 但是其实给你的 他想给你的东西 一直都是你们两个可以平稳的去交流 可以呵护这段感情 可以偶尔的跟你去联系一下 然后稳定的把这段感 把这段关系给稳固住 因为我们最后看到了一张 所以说无论是什么样的 他都愿意跟你 哪怕是友情以上 他也愿意跟你保持这样的一种关系 那如果你们是稳定关系当中的一对情侣的话 我觉得其实对方对你的感觉还是蛮好的 就起码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状况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金币出现 也就是说他其实在努力追求自己的方向 也正在 为了你们的未来打基础吧 我感觉是比较稳定的这种感觉 只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为什么对方不是很爱联络啊等等 其实他不爱联络 只是因为人比较 我觉得是性格使然了 并不能去责怪他这样 这样 他为什么这样 是因为这个金币的元素确实是太重了 好的 我们看一下选择到这一组的朋友 所以说 我再去把它进去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只是你们 你们走到未来的一个过程了 如果你们现在还在去比较彷徨 或者说我在期待的这个人多给我些什么的话 其实这是你们关系正在进展 或者升温当中的一条必经之路 那我感觉到其实未来会有比较好的惊喜 甚至是比较稳定的东西 会出现在你们的关系当中 比如你们正在经历着磨合 经历着跟对方某一种性格当中的 角逐啊 或者说权力方面的这种捍卫等等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都想让对方 多主动一些是真的 但是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次做牌的朋友 你们的关系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会升温 会怎么说呢 我不能说是稳定升温 你有可能中间也要经历了一些磕磕绊绊 或者说对待关系里边的 嗯 赌气啊等等的能量 但是我感觉大体方向是可以更进一步的 所以恭喜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是那种稳定的更进一步 不能说是有多么快速多大的突破 但这种东西我觉得是那一种水滴石穿 或者说就是渐渐的 渐渐的你会感觉到这段关系正在加温 也就是你们两个都用自己的能量正在把这段关系给升温起来 那我们今天抽到的组牌呢是张女皇牌 那我感觉到其实这一组组牌的朋友 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其实是非常 你们是这段关系的C位 也就是说其实女孩子来选择的这一组的话 你们非常的优秀 所以不用害怕在这段关系里边 你们会有有就是对方对你的这种感觉 会有怎样的不良的观感等等 你可以做自己 因为你正在用自己的优秀和你非常好的气场能量 大度从容正在温暖这段感情吸引着他的注意 那如果男生朋友来看这一组的话 有可能他会觉得你是一个有一点点忽冷忽热的人 或者说你蛮闷的 所以他其实会觉得你跟他讲话也有点一板一眼 或者说有可能是就事论事的这种比较多 其实组组牌的朋友 你们有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才能够重拾一点浪漫的情怀 很多的时候你们有可能会觉得生活比较稳固 或者说我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情感的元素在你们的当中了 会缺乏某一种 会缺乏某一种浪漫的感觉 那我相信其中浪漫的感觉会在未来渐渐的出现 但是他并不是说一个巨大的浪漫 我感觉他只是升温了一点之后 慢慢的变得更加平稳 也让你们去真正的在关系当中体会到 跟对方的平稳关系是什么样的 这种关系肯定是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困扰的 但是我觉得结局还是不错的 宣传到第三组的朋友 这组组牌的朋友嘛 一部分朋友你们有可能也是 期望这段关系是可以变成稳定关系 或者说承诺关系 婚姻关系等等 我觉得这是你们的必经之路 也是未来很好的一个sign 就是会有一个很好的信息 打给你们的一种体现 你们会感觉到其实在生活当中 会有许多的惊喜存在 也包括这段关系 也是你们生活当中可以去期待的惊喜 好吗 这三组的朋友 我们看一下 好的 我们抽了 attraction 好的 for yourself 所以说这组牌的朋友 你们是 我觉得你们是可以让自己的这段关系 变得更加稳定 甚至会有 会等到一个承诺的 那这个人我觉得他 他有可能正在努力的拼搏自己的事业 等到他觉得实际成熟的话 我觉得他会给你一个让你满意的承诺 所以现在我觉得当下呢 你可以就是focus在自己的身上 这组牌朋友你们是queen of pentacles 所以说实话 你完全可以让自己呢 做自己享受自己的生活 或者说用自己的方式去稳定这段感情 对待这段感情 那无论你们是开心的还是难过的 也可以偶尔去表达一下 因为你们两个其实表达的能量 都并不是很强 你们是互相吸引的一对 所以说在这段关系里边 有的时候不要让自己特别的灰心 可以让自己去解脱和自由出来 解脱出来和自由一点 因为其实这个感情的花园是你们的 并不一定要把自己困在当下 而可以放眼远方 或者说让自己 在从当下的某一种能量当中 稍稍的得到某一种放松 不要一直focus在这件事上 我觉得其实你们未来呢 是可以把这段关系做的比较稳定的 只要看你们两个如何去把这段关系经营起来 我相信你们的未来是不错的 好吗 选到第三组牌的朋友 那今天我们的卡牌就读到这里 希望今天的卡牌呢 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希望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是开心 平安 幸福的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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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